所以金工法师就知道自己过气生 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 金工法师说他过气生 可能有修一点法布施 有一点聪明智慧 拿法师他喜欢看书 但拿法师说他自己过气生 没有修才布施 因此他今世 这一世早年物质生活 非常的艰苦 也没有修无畏布施 所以许多人 帮金工老法师算命 都说他是短面相 老法师常常讲课有提到 当时在台北的时候 甘祝佛国有跟他讲 甘祝佛国就跟金工法师说 他说我们以前都不敢跟你讲 在背后讲说金工法师是短面相 金工法师说 这个我知道你不用在背后说我 你跟我讲我会接受 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短命 但是甘祝佛国跟他讲说 你这几年讲金 你的面相已经开始变了 这甘祝佛佛 当时在台北 这甘祝佛国跟金工法师说 这甘祝佛国跟金工法师说 他可能过去生命没有修无畏布施 所以这辈子就不能健康长寿 所以算命说他是短命 没有福报 他很清楚 他也很相信 因为在他们 金工法师在他们家族史里面 他的祖父四十五岁就去世 金工法师的伯父跟他的父亲 也是四十五岁就去世 他们家里面大概都是短命的 所以金工法师说 他也没有想到能够超过四十五岁 他今天已经九十了 已经九十了 过一半了 一季是十二年了 甘祝佛会被人讲 元寿一季是十二年 老和尚已经几季了 超过三季了 要元两季就很不简单了 元一季就很了不起了 老和尚已经超过元三季了 一季十二年 三十六年 他已经四十五了 超过四十五了 老和尚说 学佛以后才知道有六道轮回 希望以后能好死 也有个好气处 其他什么都不想 那么老和尚说他这一生没有福报 现在的福报是这一生修的 老和尚说他早期的时候他没有钱布施 李秉斌老师跟他说一块钱也没有 一毛钱也没有 老法师说有 他说你就用一块钱跟一毛钱去买礼物 买糖果跟大家结缘 所以老法师就开始 因为张家大师跟他讲看着不放得下 他问张家大师说从哪里下手 张家大师跟他讲布施下手 从布施下手 所以老法师说他这一辈子的福报 是从这一生修的 你看老法师帮助 张力马法师在斯里安凯盖大学 张力马法师都 募了这个款项募得非常辛苦 大学一直盖不起来 他跟进攻法师 请求帮助 进攻法师 什么话都没说 去把他香港银行的存款全部提出来 给张力马法师在斯里安凯盖大学 所以老法师说 他学府第五年 亲近李扁然老居士 李老师欠进攻法师学奖金 老法师欢喜接受 奖金属于法布施 老法师说 他在民国六十年 1971年 开始印诵经书 他印的是安士全师 还有巴士法研 从那个时候起 进攻老法师就学印光法师 所有人给他的供养 他都拿起印金布施结言 因此法研非常殊胜 三种果报都现钱 也就是第一个 财布施 得财富 第二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第三个 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 然后法师 三个 他讲说 他三种果报通通现钱 而且 亦来亦殊胜 亦殊胜 布施亦多 因此 若要财富远远不断而来 就要远远不断的去布施 有去才有来 不去就不来 就像水流动一样 如果都不能够流动 毒死了 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布施 才能真正得到福报 这一点我们学过的 一定要学进宫老法师 我们要学师父 老法师说 我们的道场 金书很多 布施的金书 是财 法 无畏 三种布施 皆记住 印金书要钱 这是财布施 金本内容是法 这是法布施 别人读了书 明白 解悟了 离开一切恐怖忧恼 这是无畏布施 所以 印诵金书 是财师 法师 无畏施 圆满的布施 并非 咱们 我们иф皆 Policy 你们 听 实话 由 咱们 开 说 岚 称 放